然後反正就有一天 他爸爸就叫他買雷樹花回來 他就買雷樹花回來 就跟我道歉這樣 珍珠這東西是可以傳承下去 是蠻有意義的東西 所以你的珠寶是會留給你嗎? 對啊 現在就是要多收幾些東西 以後他有東西可以當 那你覺得他品味怎麼樣? 他見賞你的東西 他幹嘛? 我覺得當然現在 比如說你講珠寶啊 鑽石這些 我覺得他也看不太高 那我覺得他現在看不太懂 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就會開始慢慢告訴他說 比如說黃金是比較保值啊 鑽石比較保值啊 珠寶也是這個珍珠 也是有什麼樣傳承的概念啊 你會慢慢的告訴他這件事情 那你說他穿著的Style 其實他跟我比較像 所以他真的是比較 就年輕嘛 一件白色的T-shirt 牛仔褲 然後可能一個皮衣 他的Style跟我真的蠻像 因為他爸爸也是有一個這樣的 我覺得他爸爸有這樣的概念也蠻好的 就是說他會定期 因為我們兩個都很擔心喔 我們現在就是將來 你知道你會 對 你也不 反正你不知道他將來會怎麼樣 然後他就會開始可能就是買 買一個什麼羅鑽給他啦 或是買個什麼樣的 真的是保值的東西 然後放在保險箱 不准他開 也不准他現在待 就是保值這樣 他小時候有一段小時間 蠻迷失的 就是會在鏡子前面擺一些 你知道 性感的表情這樣 然後我就說那你怎麼會有 這些想法要拍 就是你拿來的靈感要拍這樣的東西這樣 他就說他看很多IG啊什麼的 但後來我現在發現他長大之後好像也對 這些沒什麼興趣 就是他可能就是比較真的像我比較 比較男生一點的女生 所以他現在也拍照會動在這上 有時候他也是你知道就會拉不太下臉 然後但這時候就是他的爸爸就必須要 因為我跟他爸爸的協議好 就是說如果我們兩個其中跟小孩子吵架 就是另外一方就要當個小孩這樣 所以就其實有一次我們吵醉凶 我也忘記什麼事情 反正他就沒就是不回來喔 他就是都住在他爸爸家 然後脾氣很硬這樣 然後我也沒理他這樣 然後反正就有一天 他爸爸就叫他買零食花回來 他就買零食花回來就跟我道歉這樣 反正就這樣啊 媽媽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要有那個表現嘛 對 但是這小孩對小孩 如果他做錯什麼事情 永遠都還是會很愛他啊 這就是一個很不合理的模樣 那他如果穿太蠟絲嗎 其實我倒覺得 你看定義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 他現在年輕女孩子 穿一個短短T恤 露出一截這樣 我覺得是都還OK 可是不能說要露什麼乳溝 還是 群緊要死啊 或是那種什麼東西 就是還是要有一點 違反啊 因為他現在最愛穿的就是可能 白色的一小截T恤 然後露出一小截 不是要去寬褲這樣 我覺得那就是很年輕的穿法 那我絕對她好看 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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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